這邊有貪心耶 對 你看它有沒有貪心 這是甜心的 它會爆香菇 這個也是會跟烏魚子一樣 會搭配蘋果或是白蘿蔔 都可以 都可以喔 有沒有最特別的搭法 你要不要 還有咖啡 咖啡 它搭咖啡 這個好搭 老闆娘靠外面的時候 然後我就去 其實那個味道還滿香的 配咖啡是我很愛的 可能明天吃吃看那個拉丁 配一個魷魚汁 當個我的早餐 好 這邊就是你的工廠喔 對 就是魚卵 剛進來的時候 對 曬乾 對 在這裡 所以在這邊就做一個玻璃烏烏 對 然後這樣門關起來 就能夠隔離蒼蠅 對 隔離蒼蠅 如果第三天以後 你在外面吃 沒有那個興味 那個蒼蠅 它就不要了 對 了解 好啦 今天來看一個本尊的 魷魚汁最大有多大 欸 有這樣嗎 有了嗎 沒有 像我之前有的聞到 這是很不舒服 我待會兒切下去 一塊用燒皮 一塊沒燒皮 給你們試試看 好 這邊 有貪心耶 對 你看它裡面 它是甜心的 它是會爆料 這樣在炙燒的時候 其實已經聞到那個 魷魚子外皮的那個香氣 有 有 我們外皮 因為那一層膜是本身那個 魚卵的膜 對 那整個魷魚子的魷魚 那魷魚的魷魚肉 魷魚肉 魷魚肉它是甜腦酥 它是甜腦酥 但是不可以吃太多 你吃下去 會怎麼樣 會棒 會什麼 棒流 棒流 你如果 對 你如果放屁方的比較大 保證你就打 流水都會擠出來 對 跟他臉一樣 對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這個也是會跟魷魚子一樣 會搭配蘋果或是白蘿蔔 都可以 都可以 有沒有最特別的搭法 你要不要 還有咖啡 還有咖啡 咖啡 它搭咖啡 真的 真的 真的好搭 搭咖啡喔 是要搭美式還是搭拿鐵 都可以 拿鐵每次都可以 對 這個是 拉鐵 拉鐵 烏魚子 烏魚子 那些東西我 我本來不太吃 我不喜歡吃 老實講 老婆娘靠外面的時候 然後就吃 其實那個味道還蠻香的 配咖啡是我很愛的 可能明天吃吃看 那個拉鐵 配一個魷魚子 當個我的早餐 我覺得 魷魚子阿姨 跟魷魚子大哥 他們最讓我感動的地方是 他們其實以前是跑船的 那因為身影不好 不能跑船 但他們沒有因此 就是放棄他們自己 工作的這些 原本的東西 反而是重新嘗試 在漁業當中 去延伸出 做魷魚子的一件事情 透過不斷的嘗試 然後把魷魚子這件事情做到最好 我覺得就是 是他們職人的精神 我覺得是對 值得被看見